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首先恭祝大家新的一年 新春吉祥 合家平安 事业顺利 福慧圆满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学习 是第三十院 乐如肉敬院 这个经文 这一段就包含寺院 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 在一百八十七页 我作佛时 国中无不善民 所有众生生我活着 皆同一心 注意等定据 涌离热闹 心得清凉 所受快乐 犹如肉敬比丘 犹如肉敬比丘 若其想念 贪记身者 不取正觉 上一次是谈到 永离热闹 心得清凉 所受快乐 犹如肉敬比丘 这是乐如肉敬院 就不再有烦恨了 我们学习四十八愿 这极乐世界是四十八愿成就的 所以 我们的心 要跟四十八愿 越来越相应 十万亿成 去此不远 心做心事 极乐世界从哪里来 一切法从心想生 所以阿弥陀佛 他的一正庄严 是我们的助缘 我们看了他的行词 想起而效法 就像我们读 积功累得第八 那个阿弥陀佛怎么修行 我们看了很感动 少欲知足 专求白法 大家 这几天过年 吃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少欲知足 说哎呀 终于得到这一天了 我得吃太多痛快 专求白法 哎呀 我这几天 好好放几天假吧 一放 魂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李炳南老师 有提到 因为当时候在慈光图书馆 办了佛大专佛学讲座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李老说了 看一场电影 就退回去了 那是那时候的人 请问我们跟那时候的人比起来 怎么样 我们不要说看一场电影 滑半个小时 手机就退了差不多了 所以这一句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这是儒家的教诲 佛在华言经也提醒我们 修行 像钻木取火一样 要怎么钻呢 可不可以钻一下 哎呀 手钻了 休息两分钟 再继续钻 又累了 休息两分钟 那这个不是他要钻到活年马月 火才出的来了 火表什么 表智慧 这个修戒定慧 修戒定的功夫 不能间断 一间断 就像这个钻木取火 这个温度都退回去了 还没出来 胃出而塑洗 我还没出来 休息了好多次 火是水止灭 那个热度就退回去了 代表我们这一生修行 要处理轮回 精进重要 出世间的善根 就是精进 世间善根 不贪 不撑 不吃 好 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要精进 马上想 我这个过年 就关在我的房间里面 读无量寿经 陈德法师说要精进 那个亲戚朋友 一年才聚一次的 理都不理他们 所以这个不能听执着了 是说心中要有佛法 大家聚在一起这么难得 请问现在的人日子好不好过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人心里面 人不觉悟 不专求白法 请问一个人一天能遇到几个人 几个事 印竹说的 一天之中万静交集 我们一天那么多境界 假如我们不觉了 你今天遇到一个人 谈了一些话 会不会产生情绪 不高兴 那请问一天可以记多少东西 你不学佛了 烦恼转不了 成菩提 那烦恼不就在心里面发酵了 我们现在要培养一个态度 今日事 今日弊 今日烦恼 今日化解 不要蠢 蠢久了 心里会闷闷的 从个八年十年 慢慢负面情绪就控制不住了 现在忧郁症的人不少 那都不是一天两天都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这几天刚好 有同修来拜年 今年我在马来西亚过年 真是张灯结彩 看到那个灯 想到老和尚教的灯表什么 不能只在那里热 可以不畏自己 但是不要糟蹋身体 不要透支身体 老和尚给我们表演 都是早睡早起 所以什么时候给大众表法 Anytime Anywhere 对啊 为人演说 哪有时候我上了台表演 下了台别叫我表演 不可以这样 你说哎呀 好累哦 那你就误会了 你随顺经典 是随顺自己的自性啊 怎么会累 随顺自性有发起 为什么说 施比受更有福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的心 都是慈悲的心 别人还没得利益啊 我自己身心就得利益了 我自己身心就得利益了 真正都为别人想了 不为自己操心了 那真的是永离热闹 所以我们过年 我们过年要会过 老儿上常常说 你会吗 那这句话是提醒我们什么 要会修行 会修行啊 会修行啊 处处是道场 会修行 每一个静缘都在提升自己 那不会修行呢 那就被每一个静剑 牵着转了 是烦恼了 高兴的情绪都止不住 也是烦恼啊 所以这个你会吗 会修行里面 有没有包含会过年 有吧 对啊 会修行的人 在一切静缘会修啊 那我们看看 今年过年了 今天已经是大年初五了 民间说叫迎财神 是吧 大家一听到迎财神 赶快要去买一尊财神来够了 是吧 心中要有佛法 所以老儿上抓住机会点 教着我们 有一篇开示 刚刚好像有发到群里面去 老儿上一开始提到了 新春到了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这两句应该 比较在新年的时候 大家互相祝福 这两句是称颂的话 祝福对方 那怎样把它落实呢 你看我们 每年过年的新年快乐 请问我们世间的人 有没有变快乐了 现在平均来讲 现在的人越来越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不知道 怎么变得快乐了 所以虽然有祝福 也是善意 但是这个祝福 深度不够 所以你看老儿 老儿这样祝福的时候 什么供养最好 诸供养中 法供养为罪 所以老儿上就祝福我们 诸恶莫作 睡睡平安 睡睡平安是结果 四千四千世离不开两个字 因果 我们一直在求结果 但是我们没有种因 我们一直想求果实 可是也不种树 那长不了果实 所以怎么把它落实 所以怎么把它落实 老儿上说 诸恶莫作就是落实 就能睡睡平安 你都没有作恶 怎么会不平安呢 没有作恶 千想偏己 什么吉祥的事 都被自己碰上来 修阴得果 那种善奉行 年年如意 所以年年如意是果 种善奉行是阴 所以师长说了 确实只有真正学否 那这两句话就不是赞颂 不是只有祝福而已 是真正能够得到 而是老实的真实化了 人生活在世间 不过几十年 时间这么短暂 其实很短 我现在看上去 大部分头修 都在秋冬的年纪了 短吧 四十到六十 秋天 六十到八十 冬天 那一天同修说 那八十以后是什么 八十以后叫转翻了 当然 越长寿 要懂得修行 才有法喜 不然人长寿 假如没有法喜 每天还要担忧来担忧去 那日子也不好过 所以这个 上了年纪的人能感觉到 这个人生几十年 要晃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怎么掌握短暂的人生 彻底 彻底涌离 痛苦 那这个人就觉悟了 其实不出六道 痛苦解决不了 有些世间人求升天 我到天上当天王 爬得很高 到时候还是要掉下来的 福报想完了 还是要堕落 我们冷静看看世间人 看看那享福的人 几个人脑筋还清楚 所以古人说 享清福 心地清静是福报 寡欲知足 一般人福报信钱了 哇 我赚的钱 我非给他花个痛快不可 大吃大喝啊 完了 首先身体受伤了 再来你看过年 假如不吃素的 我看这个满桌 百分之八十都是肉食 你看一盘虾子上来了 多少条命啊 这个都是福报 他没有福报 他还吃不起的 可是吃他半斤满 还他八两 那你看福报悦诈 其他的不谈 就吃所造的杀业 他要多少事 做畜生去还 所以能闻佛法是有福报的人 大福报 所以不想吃福 就是人福报现前了 但是他没有智慧 他没有学佛 哇 那他想这个福报的时候 他会越来越愚痴了 所以要想轻浮 无量寿经提醒我们 何不宜强健时努力修缠 时间再过好快 要趁身强体壮 好好勇猛精进 那怎么勇猛精进呢 老法上说 修行两件事 知过改过 佛陀 慈悲 抓住每一个机会 启发我们的善根 过年 过年 佛陀也教我们 怎么迎接心的一年 有一部经叫 受心碎精 我怎么接受心的一年 我们面对心的一年 心态准备好了没有 佛知道我们 要先检讨过去的一年 我有没有对不起人 心的一年 不能再犯这些错了 所以迎接心的一年 要自顾 过去一年 要自顾 迎接心的一年 要改过 后不再造 佛反思了 有没有对不起人 老法上说 有人因我而生烦恼 都要忏 因为不愿意 伤到别人 这个心境很重要 慈悲为本 大臣佛法慈悲为本 包含念佛人 要慈戒念佛 慈戒才能得清净心 心静佛土静 慈戒第一条 就是不杀身 不恼害众生 这样心地才能慈悲柔软 才能行菩萨道 心地不柔软 那就造轮回业了 身口意 尤其身口无形当中伤到别人 所以这个反思 有没有对不起人 身口意 有没有故事 所以我跟 我们 福州团队的众人 我们来共勉 今年 是自知去习的一年 要有自知之明 什么时候自知呢 比方刚刚跟大家讨论 我们这个过年 今天初五了 我们境界有没有向上提升 我们有没有会过年 这个就是自知咯 有没有落实 无量寿经的 哪一句教诲 这五天 我看除夕也要算上 除夕就是要过年了 我们用了哪一句 有没有和言爱语 劝欲测经 有没有余诸众生 示弱自己 每个亲戚朋友 见到面的 发自真心 去观信他 了解他的状况 亲戚朋友 都是这一身的缘 敬一份情意 道义 恩义 大家好不容易聚一起的 有没有 为众开法杖 广师公德宝 大家别着想了 人家聚在这里 好不容易要喝一口茶了 马上你把经本拿起来 我今天跟你们讲 无量受精 这个气氛有一点凝固了 人家又不好拒绝你 但是觉得怪怪的 不要着这个像 要很自然的 要很自然的聊聊聊 把每一个聊的 话题 都拉回来无量寿教里面的教 拉回来 辱世道三根的教 大家有没有试过 好不好拉 还是我们被拉走 人家聊财色名利 本来要拉他 一下也被他拉走了 自己也加入财色名利的讨论 这个很正常 一开始修情 铁定败仗比较多 不可能一开始都打胜仗 但是要越错越有 其实慈悲为本 我们都是真心关心对方 以这个存心 去应对亲戚朋友的谈话 一定都能引到 跟法相应的地方 慈悲是本 哪有从本出去的东西 会离开这个慈悲 而且每一个年龄层 有他面对人生不同的境界 我们还要应急去关心别人 应急去说法 你不会遇到一个小朋友 跟他说 孩子啊 无常迅速啊 是吧 那你旁边的人一定很怪啊 你应该跟孩子 孩子啊 你要孝顺父母哦 好好学习哦 人家一听挺高兴的 不过你遇到孩子要加一句 孩子啊 现在哦 这个天灾人祸啊 不少 你遇到任何有危险的时候啊 要记得念观世音读杀 这个要不要教孩子 你教他的父母也不会反对啊 当然假如你的亲戚是基督教天主教的哈 哎 这个就要变一下了啊 什么 哎 你急难的时候啊 哦 这个我就不是很有研究了啊 这个天主教应该念什么啊 基督教应该念什么啊 那都会有感应的啊 只要是正教哎 他们都有感应的例子哦 这个佛菩萨啊 这些神灵啊 慈悲哦 都有感应 好 哦 那师长 说了啊 人生这么短暂 如果活着痛苦啊 值得吗 我相信你去问任何一个人 他都不愿意活着痛苦 可是他现在还是挺痛苦 哦 所以你能把怎么快乐告诉他 我想没有人会排斥哦 啊 短暂时间能够生活的无比的幸福快乐 那这样就是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意义啊 就在此地了 哦 而且你活着很快乐啊 你一定能帮助别人 人家看到你每天笑嘻嘻的 啊 夫妻啊 家庭很和乐 一定会有人来给你请教 为人演说 你真的演出来了 你就有说的机会了 哦 你看老和尚 好多人都问他 啊 老法师啊 你是怎么保养的 是吧 哦 九十多岁了 脸还是很亮 啊 很光滑 啊 快乐 啊 佛就是教我们要快快乐乐 法喜充满 西方叫极乐世界 我们的目标是极乐世界哦 那我请问大家 现在非常痛苦 临终可以去极乐世界吗 哦 这个幅度 跨着太大了吧 啊 应该是现在慢慢慢慢那个频道接上去的才对啊 哦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 啊 哎 这四十八月 我们的心要跟四十八月越来越相应了 接同一心 注意定据啊 哎 我们过年这几天 有没有注正定据 有没有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像阿弥陀佛 有没有 还是这几天吃喝玩乐的念头比较强啊 哎 哎 你这几天是鸡功累得的机会啊 这么多跟你有缘的人都来了 啊 所有善根心心回向 哎 我还是住正定据啊 哎 永离热恼 心得清凉 哎 这几天有没有烦恼少了 哦 我们上一次讲了 老和尚 引了金刚经的两句哦 大家还记得拿两句吗 啊 我们上一节课花了超过一个小时 讨论这两句的 啊 假如大家忘了 很正常哦 啊 科学家说讲二十一遍才记得出来哦 啊 我可能讲不了二十一遍啊 你们自己要多听 啊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哎 那 我们听完之后 有没有在练 不要取向 不要着向 不要黏到境界上面去 因为一向外 就见人过 就生烦恼 啊 若真修道人 不见事见过 所以不能向外 要向内 啊 观音菩萨 反文文字性 他是向内的 啊 观音菩萨是路流往所 啊 一般是出流 出就是我们向外去攀球 这些五一六成的境远呢 这叫出流 我们现在路流 往内 往所 啊 把这个所放下来 啊 我们常说念佛要念到能所双望 能念的佛 所念的佛啊 你都不要在那里想 啊 这个能所都放下来 啊 能见所见 你还在那里想我看到什么 你的心都 不清净了 啊 啊 这 色耳地听 听自己自信的声音啊 自念自听 啊 所以夏老有两句法语 很重要 啊 一大四字 都设六根之法门 修观世音 反文文字性 这功夫 像我们 尽量啊 除非成德有课 不然 跟大家一起念半个小时佛 我都很期待这半小时的到来 当然还没到也要念啊 不是到了才念 啊 啊 真的 那念佛可以感觉啊 啊 过命善生啊 啊 生意柔软 啊 所有疾苦 莫不羞耻 啊 你念着佛啦 什么烦恼没起来 涌离热闹啊 心得清凉 一切拥老莫不屑脱 而且是专注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慢慢的外面这些声音啊就 干扰不了自己 干扰不了自己 我们刚好有一些同修啊 一起进到摄影棚里面来念佛 我念啦 念啦 念得比较清净了 突然听到有人打呼的声音了 我马上提醒自己 听自己的声音 不要受影响 其实他打呼啊 我蛮高兴的 代表他缺觉 缺觉能睡多好啊 现在人有时候睡觉不好睡啊 睡觉是比吃任何补药都补养器啊 所以睡觉是大补啊 所以我很感谢 他出这样的声音出来 让我观照一下 我能不能专注听我念佛的声音 看我会不会冒出念头来 我在念佛 你怎么在那打呼呢 你看这个我又出现了 所以要感谢他 让我观照 我这个我有没有出来 所以烦恼都是因为有我才出来的 你都念念未人了 你不会有烦恼了 断念我 在打呼声中 能不能射地听 自己念佛的声音 所以没有不好的境界 处处是道场 所以我们的心 要跟四十八愿相应 这样叫身则决定身 因为频率接上去了 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我们的心形要跟普贤实愿相应 大家最近见了那么多亲戚朋友 有没有见到哪一个人心里不是很欢喜的 假如有啊 那普贤行就破了 普贤行第一条叫礼敬诸佛破功了 没关系 破了功了赶快 哎哟他是阿弥陀佛就回来了 不怕念琴 只怕抉耻 这样功夫不会退的太厉害 你一不高兴的心里面还一直在骂他 那都破的彻底掉了 破光了 你知道下一念转过来 你功夫不会继续退了 这一念回转力量还是很大 这个佛门有一个公案 有一个修行人还蛮精进的 但是他有一个习气 就是容易打瞌睡 新的一年来了 我们得发心立愿 入道药门发心维守 修行职务立愿居先 今年我们发个愿 修行的功夫是放下 挑个一两个最严重的习记 今年一定要把它放下 这样叫自爱 对得起自己 不能糟蹋自己的生命 然后 还有一点 要把念佛摆第一 这一件事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你不把念佛摆第一 那妄念就会很多 当我们妄念很多的时候 请问我们会不会讲错话 会不会做错事 会不会事情处理不好 因为都是用心 起作用去处理的 去讲话 去做事的 心是根本 所以心要护好 心护好了 世界就护好了 你的世界就护好了 解决问题要从根本解决 不能脑子里都是 孜孜孜孜孜孜的东西 搞得自己心很散乱 拉回来 不要逐末不求本 心是本 不要浩多 不浩金 佛卫大师提议我们修行 要注意这三个重点 不要贪法 一片光铁多听几次 能把它听彻底 把你听透彻 进一步要行 说得千里 天花乱坠 般若什么都会讲 不如行得一步 你讲的再好都没有落实 说死赎保 根本得不到 行得一步 你只要落实一句 境界就向上提升了 因为你落实了一句 一定要放下习气才落实的了 习气一放下 烦恼就轻 智慧就跟着砸 所以今年立个目标 看一天能念多少声佛号 在这里要向大家忏悔 我去年说要念两万 只能保持每天没有少于一万 今年继续努力 往两万的目标慢进 当然大家不要一听着相 有同学很困扰 有同学很困扰 黄念族老句是说没有念一万就不叫念了 搞得他很痛苦了 我都念阿弥陀佛 我这个速度念一万 我都不用去上班了 所以依义不依语 所以学佛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执着 你听了黄念老这一句话 你不要执了事费了理 也不要执了理费了事的 哇你看听法会不会听出执着来 会听出烦恼来 念一万 我念不了了 你要理解黄老这一句话的毅理是什么 他意思就是说 你佛号不能超过你的妄想的话 那你就退步了 那不就不叫念了吧 所以是佛号多多益善 分秒必争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多念一句试一句 多说一句废一句 所以你念得慢 最重要能受心就好 你一有时间你就拿来念佛 你不会去打妄想 那这样 慢慢念佛的功夫就会提升了 不要灼在这个一万这个数字上 有人灼了一万 又加到群里面去了 每天 我们闽南话说的 苏郎无苏丁 苏丁派化民 就是不能输给别人 不然我太没面子了 你看 这个本来在世间就很耗面子了 结果入了佛门 连加入念佛群也在耗面子 那这个不能得力 不要换对象 那个好胜心不要换对象 今天他报一万二 我明天非超过他不可 那你这样念佛不容易得力 还有直礼废事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着念头死 虚如法身火 这个是绝明妙行菩萨教我们的 结果听了之后 该跟家里人沟通不沟通 因为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直了理 费了世间 你家庭的生活 搞得人家都不能理解你了 还是执着 要理智圆荣 不能直了理费了世 直了世费了理 好 那西方叫极乐世界 如果我们真的能把佛法 用在生活上 极乐世界之热 在这个世间能够享受得到 比方说我们在当下 我自己 我的团体 我们把它落实48月 哇 你的团体 西方接引战 人家到了你的道场 他会觉得 怎么到你这里来 我的心很容易就安静下来 怎么到了你这里来了 不知不觉就很欢喜 怎么大家笑容满面 都很会关心人 一举一动 都让我很佩服 那这个极乐之乐 在这个世间能够享受得到 这句话对我们也很重要 自行化它很重要 自己得了利益 假如自己的烦恼 学了佛之后不能减少 信心会很坚定吗 会不会受影响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间就没有办法快乐 你说世间人看我们 古哈哈的 你说他还来学佛吗 我对佛法 从小就有好感 我只要走过寺院 我一定会进去拜一拜 但是我道理不懂 结果我念高中的时候 去参加 台湾救国团的活动 都是年轻人去参加 在校学生参加 大部分 台湾的高山很多 把和欢山玉山去参加活动 结果我们那一个营队 有一个比我们年长可能有十岁左右的人参加 你看我那时候才十七岁 朝气蓬勃的 当然现在朝气 好情也要不减当年 身体可以变老 心不可以变老 要像老和尚一样 九十岁 你看 为佛法 为众生 比年轻人还病命 但愿众生得理苦 不畏己身求安乐 因为我没有遇过佛教徒 结果参加这个营队 这一位哥哥 到我们十来岁了 一跟我们讲话 第一句话就是 哎呀 人生苦短了 大家去体会一下 我一个十七岁的人 遇到一个大哥哥 一开口就是 哎呀 人生苦短了 你说我还想去跟他学佛 所以这个法不能用错了 是吧 你对七八十岁的人 哎呀 人生苦短了 他说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都不能执着 你看自己有执着了 就不能应激 去跟人家交流了 现在的人那么苦了 你还不展现快乐 给他干了 都把人给吓跑了 所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真的可以过上 事事是好事的日子 我们常举的例子 复习一下 忍辱先人遇到格力王 格力王割他的肉 你看这样的静缘 对忍辱先人来讲 他快速提升 超过弥勒不善 释迦牟尼佛的前身 你说是坏事吗 不只对他不是坏事 对这个暴君格力王也是好事 我跟他说 我成佛第一个度 对我们 往后的佛弟子 大好事 我们面对逆境恶远 一想到佛陀做忍辱先人 我们这些算什么芝麻蒜皮 他树立的榜样 在教导着我们 我常常跟家长们说 我们的孩子以后面对的社会 比我们现在难还是容易 一定更难 那你什么时候教他忍辱的功夫 所以当父母 当长辈的人 现在遇到一个逆境了 说哎呀 有机会 我给孩子们表演表演 忍辱 大做梦中服事 也不是坏事 也不是坏事 为母则强 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 你有责任要利益身边的亲戚朋友 你就会很用心的把佛法用出来 用出来的烦恼就可以为菩提了 假如我们所遇到的事 这个烦恼转不了成菩提 这个可以写问题上来 今天先不写了 不然接下来课又不能专心听了 也不要刻意去想问题 真的有想到了 自己先用佛法 思维思维 看能不能转过来 不要一有问题就要去找人 这样变依赖 佛法是放下依赖 不要依赖换对象 自己思维思维 转不了了 可以问百度 Google先生 打上关键字 把老儿上的把名打上去 就有答案出来了 真的还是解决不了 我们再找机会探讨 所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老儿上是这么表演给我们看的 我们跟他老人家学就要像他老人家 请问今年过年 有没有亲戚朋友说 感觉你现在说话 做事 整个精神面貌 有点像净空老和尚 这样才是学 学是效法 越学越像就学对了 你不能越学越不像 我们把老儿上教诲的每一句落实 就越来越像他了 他把心法都和盘拖出给我们 老儿上讲经 那不是照本宣科的 完全是 他用真心修行 领悟的 这些法乐 和盘拖出 娓娓道来 你看他老人家一讲 放下控制的念 那老和尚没有这样练 他怎么讲得出来 放下占有的念头 放下对立的念头 横顺众生 不要控制 就是自己的念头 不要有控制 当然 你的孩子才一两岁 你不要说 放下控制的念头 你都不管他了 这个法 要领会对 你也不是控制他 你不能放任他 那个不能理解错了 这个有同修问了 他忠述之道 言以利己 宽以待人 可是我一宽 我的孩子越来越没规矩了 他也很可贵 他要把宿道落实 大家注意 忠述为道不远 忠述跟道 就是跟真心相应 真真用真心 有自受用跟他受用 我们看 我们自己提起 忠述之道 述道 我的心量扩宽了 自己得不得力 得力了 对方呢 对方 犯错了 不好意思 你又包容他 他的善根自然就起来 有他受用 所以用真心的时候 一定有自他的受用 可是我们 这个速道 宽速 你不能用的过了 用的着在向上 不能用到 人家利用你的宽恕 做坏事吧 慈悲 都破坏 方便出下流 所以慈悲 还要有什么 我有遇过 很宽容别人的人 到最后人家吃定他了 产生流弊了 这不妥 所以学佛就是用真心 真心 没有过 也没有不及 所以他 面对自己的孩子 年龄那么小 无规矩 不成方圆 所以这个速道 不是说 不管他了 这个速道是说 他还小 会犯错 能包容他 那不是说 没有家教 这个家教还是要严格 但不是严苛 这个都不能过了 那当然 你这个宽猛要相继 恩威要并食 对 像我父亲很有威严 但是在 比方说我们肚子饿 都是他老人家 先提出来 去给我们买吃的 就感觉爸爸的温暖 你不能爸爸全部都是 我已的 这个叫 这个 肛中有柔 那母亲 柔中要有肛 你不能都是柔 被孩子吃定了 都知道 我只要 哭到什么程度 我母亲就会乖乖答应我的要求 那就没原则了 真正柔着 一定有肛 我母亲很柔 我没见过她发脾气 可是我们胡闹的时候 她鲁鲁不动 我躺在地上翻滚了好久 她也不动 好 接着老阿上说了 这个享受 不在物质上 与明文立雅 五欲六成不相干 人要有智慧 要觉悟 觉悟就快乐 迷了就痛苦 你觉悟了事事是好事 怎么会不快乐 迷了 你再有钱还是痛苦 为什么 跟人家攀比怎么会快乐 甚至于有了钱之后 得失心又上来了 那就很痛苦了 人性本善 我们的真心是本善的 善怎么会不快乐呢 所以老阿上写了一段莫保 人生 一个人生下来 百日体路争长 你看那小孩刚生下来 他没有分别 心 你假如等到他 一岁左右了 你抱着他 他突然回头看你 不是他吗 开始哭了 这个生下来两三个月 不会有这个问题 谁抱都高兴 体路争长 不分别不执着 所以你看那个小婴儿 没人逗他 他都没笑 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 我是有去观察过了 他一个人躺在那里 他自己会笑 所以善 本善 怎么会不快乐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佛快乐 我们也有佛性 我们本来也是快乐的 现在为什么快乐没有了 乐是从本性里来的 本性本善 佛就是本性本善 由此可知 觉悟了 本性就快乐 迷失了本性 就苦 所以苦跟乐 是从绝迷里来的 所以我们要祝福人家心灵快乐 那得帮助他觉悟 他这个快乐才能得到 随着年龄的增长 假如没有学觉悟 一定越来越笑不出来 因为心里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你看孔子还提醒 老者借之在得 年纪大了 患得患失 在哪里得失呢 可能自己一生成就的都是 哎呀 那个人没有比我有能力 怎么他的成就比我高 不只拿自己比了 儿子孔子也在比了 那这个就 所以随着年龄增长 越快乐 那这个路就走对了 不能走越来越笑不出来的路 好 好 所以 博的意思就是觉悟 受用就是快乐 一绝了 受用就是快乐 我们跟着佛走 我们跟着佛走就快乐 背着佛走 回背佛菩萨的教诲 烦恼忧患都来了 虽然我们还没有真正觉悟 但能跟着一个觉悟的人呢 也等于觉悟了 跟着他的脚步 我要思维事情了 佛会怎么考虑 我要说话了 我要做事了 佛会怎么说 怎么做 养成这个习惯了 那这个就跟 等于自己觉悟了 就像我们一开始讲 怎么过年 我们想佛怎么过年了 反思过去 再来迎接未来 然后就觉悟了 这样过几年来 味道不一样了 只要好好的学他 就会得到他的快乐 所以觉悟比什么都重要 那要觉悟 要多听经文法 会须文 智慧要靠文法 我们注意古人的一句话 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那为什么脸看起来凶凶的呢 心守不住正念 有情绪 三天 不读书就正念扶不住了 但是这个是古人 我们现在能不能撑三天 不行 每天都要听经 甚至于讲 有时间就要听经 就要精进 念佛读经 听经 这个不能少 我们一开始就讲了 一个人修学的功夫要提升 就是不能间断 不能懈怠 不能间断 所以一有时间就用功 一有事也在用功 生活工作 把佛法用出来 那也在用功 不能说读经念佛才是用功 做事不是用功 做事是行不杀道 怎么不是用功 去年七月底 刚好在香港 跟法会义工 有一个交流 题目是生活工作中 如何积功累得 所以念佛要用第一念 处事待人接物都要用第一念 都要用真心 这个功夫就没有间断 好 所以我们现在找到快乐的根源 就是要觉悟 那我们迷在哪里啊 迷在有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把问题找出来了 觉了与信德相应 心亲近 慈悲 行为善良 在日常生活当中 处事待人接物 自然跟 弟子规 太上感应篇 时善夜道经相应 因为这些经典 其实都跟我们的自信相应的 所以学经典 所以学经典不是说佛跟圣人 拉着我们的鼻子走 是随顺我们本有的信德 那这是善人 过的是善人的生活 圣贤的生活 那他怎么会不快乐 你看孔子 其实随心所欲 不予据 很快乐 你看孔子说他 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 把自己的年龄都忘记了 不觉悟的人 起心动念 是自私自利 总是觉得别人对不起他 我们随着老上这段教诲 感受感受 当我们起念头 自私自利的时候 身心自不自在 放不放松 哇 比方说 这个 桌上端了一个 很贵的水果 不知道现在国内最贵的是什么 我看榴莲最贵的 这个水果端起来了 哇 马上我得先抢第一个 自私自利起来了 这个身心的状况是什么 完全被这个欲给你控制住了 假如这个时候没有起自私自利 大家先吃 很欢喜 看着别人吃 比自己吃还高兴 这跟慈悲心相应 当爸爸当妈妈的人都体会过 比较买不起了 比较买不起了 让食于幼 孩子还在长身体 给他们吃 当然平常上个桌 长者先幼者后 这个规矩不能乱 特殊情况 吃不上东西了 一般这个父母慈爱孩子 怕他营养不良 让食于幼 所以修行人 越能去感悟 自私自利 或者起了这个 人家对不起我的念头 能感受到起这个念头 对自己身心的障碍 伤害 你不愿意起这个念头 感受一下 宽容别人 身心是什么状态 在那里 他对不起我 身心又是什么状态 人体会出来了 别自讨苦吃 随顺幸德会快乐 我们不能好日子不过 我们今天没有遇到老儿子 没有遇到佛法 还另当别论 都遇到了 这个法宝都送给我们了 我们都不拿起来用 那这个就太冤了 怨天尤人 你常常顺幸德 这个跟幸德不相应的念头 一起来 你马上有感觉 马上就念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 扶住 把他放下 那天天生烦恼 生闷气 身体自然也就不健康了 不能再生闷气了 那他对我太过分 还债嘛 无债一身轻 一转念就快乐了 幸好他不是 我临终的时候来给我讨债 现在就还掉了 我越来越轻松了 转个念 把脑就是补体了 所以不觉悟了 身心不安乐 所以要明白 圣贤教诲 带给我们人生最快乐 最幸福 最美满的生活 我们要认真学习 落实 四出四间的圣贤 都是教我们从哪里学起 从爱心学起 所谓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我们都去爱人敬人 我们过着日子 就是人家爱护我们 尊敬我们 这样怎么会不快乐呢 修因得果 那这个谈到爱 首先要爱自己的父母 孝敬也者 即为人之本 孝敬是 爱人 这个人爱心的本 其实我们开发性德 也是从这里开发 孝顺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这是地藏菩萨标法 开我们的性 刚刚跟大家一起共勉了 今年我要 改掉一两个习气 你们不要执着在我讲一两个 陈德法师说一两个就好了 我说至少 当然多多益善 我们越改越多 我们越不会去伤到别的 我们就真正 能够所在之处 让众生生欢喜心 而改习气 最好从哪里来起 把这个习气 在跟父母相处的时候 把它改掉 因为你跟父母的相处 会投射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 所以人际关系有问题 你要拉回来 它就好像 我们跟父母相处的投影 投出去的 你看那个投影的头 不是很大 一放出来 那么大的镜头 影像 那么大的影像 我们前面的课程当中 跟大家共勉过 一段 侍奉父母亲的教诲 太上感恩篇当中提到 罗先生谈的 孝子 侍卿 不可使无亲 有冷淡心 不能让父母感觉被冷淡 不可使无亲 有烦恼心 哎呀 你怎么这么晚了 还不睡觉啊 那父母生烦恼心呢 这个就是太随顺自己 没有把父母摆第一位 真的把这一段话落实 好多信息都改掉了 不可使无亲 有经步心 你不要迟了工作了 都还没有让父母了解情况 妈我辞掉工作了 结果你妈晚上都睡不着觉 吓了一大跳 更不要拉了一个对象 妈我们准备结婚了 把你爸爸妈心脏病都吓出来 什么事情啊 设身处地 人都有一个过程 你不能突然 这样的大事情就冒在他 面前 什么因缘要铺垫铺垫呢 接受起来 才自然 不可使无亲 有愁闷心 让父母因为我们忧愁 烦闷 这不妥 不可使无亲 有难言心 想提醒我们 什么 劝我们 又怕我们不高兴 压回去了 要让父母 什么话都没有负担 直接可以跟我们讲 常常白脸的时候 给父母看 父母就有难言心 一看到我们的人 不敢讲 不可以使无亲 有愧恨心 让父母产生 好像愧对我们 然后有点恨自己 这个对老人家的身体 非常伤 比方 我们可能人生过程 父母给了一点意见 后来情况发展 不是很理想 我们 有机会了 就 都是你害的了 你看当初就是你们建议的 哇 那这像一只剑一样 射到父母的心里面去 这个就会让父母 亏恨心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而且说实在的 真正的因是我们 过去今生的 中的恶因 你不能把责任 推给给我们建议的人 况且人家的建议 也是为我们好 当时候的角度 那个业力是很大的 所以那个业是自己造成的 不能怪别人 甚至于 能感受到父母 爱我们的人 可能心上 还有哪一些 曾经建议我们 后来不是很好 但是他心上 还挂碍着 我们应该还把他心上 那个石头怎么样 把他解下来 都是 时时能体恤父母 好 那我们能爱人 人家就爱我们 我们关怀别人 别人会关怀我们 我们照顾别人 别人会照顾我们 我们帮助别人 别人会帮助我们 我18岁就会开车了 我已经20多年没有开车了 到哪里 人家开车来接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能不能 不过应该会了 只要碰着方向盘 我阿赖夜市里面 那个开车的种子 可能就会掉回来 应该一开始 生疏一下 慢慢就熟悉了 可能以后还会用到的 说不定哪一天 刚好遇到 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到时候我这个能力 也可以派上用 所以快乐的根源 从哪里来 从自己要发心 要做出来 所有的事 不离因果两个字 爱人是因 仁爱是果 敬人是因 人家敬我是果 所以我们理解到因果 假如我们现在的痛苦 是因为别人不理解我 那该怎么做 先去理解他人 我看很多 父子 夫妇 五轮关系 什么状态 两个都很辛苦 确实生活都不容易 可是两个互相不理解 两个又很渴求 对方理解自己 大家去想一想 彼此的对话 那是你应该理解我什么 我们起这个念头 是要求对方 请问对方会起什么念头 相互交感 会起 你也要理解我 所以人跟人的念头 会相交感 你用真心 就换他的真心 我们用的是要求 就会调动对方的要求 我们指责 就调动对方的指责 都是感应 所以要深信因果 我们老祖宗最早的一部经 叫《易经》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词 脾极泰来 是吧 脾架是什么架 天地架 太架是什么 地天架 那脾是不好的状况 因为天都站在天的角度 地都站在地的角度 他们两个没有交融 没有沟通 没有交心 地天挂是什么 就好像夫妻 太太体谅先生 现在的生活工作状况 先生又体谅 太太的生活工作状况 这就太了 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 我们一设身处地就理解对方了 你一理解对方 很微妙 对方就理解你了 这就是因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 出了情况 我们首先 对不起 是我的问题 接下来同事怎么讲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也有错 感应 你开个会上去 谁谁谁 做得不好 下一个人上来 你们也没有好办法 你居然 都是交感 所以 快乐的根源 要从自己要发心 要做出来 中国传统的教育 是爱人的教育 爱的核心 就是父子有亲的亲 亲爱 教育的第一个目的 是父子有亲的亲爱 如何能够保持永恒不变 诸位当父母的 同修 我们看到这一句 不要想着 孩子跟我的父子有亲保持不变 我们先要跟自己 父母 这个身教很重要 教育 身教在前 那第二个目的 这种亲爱 怎样把它发扬光大 从父子的亲爱 开始 那首先发扬到自己的家庭 家庭和睦 再扩大 爱灵理相当 爱社会 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 心里都很温暖 小时候就是这个情景 煮个什么好吃的 拿出来整条街 大家一起分享 很有人情味 红白喜事 邻居 不用打招呼 都来帮忙 红白事 都来帮忙 爱社会 爱国家 爱人类 凡事人皆需爱 在推广 爱一切动物 爱一切植物 爱山和大地 爱整个宇宙 与一切万物 和谐相处 多么自在 多么快乐 和平安乐 和睦相处 快乐了 我们念佛的时候 以这一句佛号功德 回向尽虚空 变法界 一切众生 这样念佛 快乐 这样念佛 你会感觉 好像善缘越来越多 因为你还没有遇到 还没有认识这个人以前 你都是 一直在用佛号 祝福他的职场 好 所以大家新年快乐 不好意思 时间到了 这个恭喜发财 我们下礼拜 再来讨论 这个恭喜发财 跟着老儿上的法身设立 我们这个年会过得 这个智慧增长 法喜充满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